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荣立营造专注于土木及电缆工程 未来的市场表现仍需观察 接下来 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舞台 美国总统拜登原定的非洲之行意外取消 专家分析这可能与美中两国在安哥拉的竞争利益有关 未来的地缘政治局势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最后 我们要提醒大家 本周日将举行的香港自行车嘉年华将有6000名骑手参加 交通将受到影响 大家出行前可要做好规划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网易报道 香港本土城建商荣立营造于10月9日成功上市 但市场反应不佳 股价一度暴跌超过30% 最终收盘时下跌15.07% 报0.62港元 该公司专注于土木 电缆及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 2023年在香港土木工程行业的市场份额约为0.6% 尽管荣立营造参与了多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 如香港国际机场第三跑道建设 但其业务依赖度较高 未来的持续性发展仍需关注 此外 荣立营造已或纳入香港国际机场的投标人名单 未来有机会参与更多项目的竞标 中国新闻01提到 美国与中国在安哥拉的博弈愈演愈烈 美国总统拜登原定的非洲之行因故取消 专家认为 这可能与即将到来的美国 选举几两国在该地区的竞争利益有关 与此同时 香港将举办自行车嘉年华 预计将有6000名骑手参与 活动将影响超过150条公交路线 交通将受到很大影响 民众需提前规划出行 最后 瑞典电池制造商Northvolt 面临CEO辞职和财务困境的挑战 市场需求疲软及来自中国的竞争 令其前景堪忧 在香港M家博物馆 即将举行的夜间一文派对 M家夜不同 众乐乐将于2024年11月1日盛大开幕 活动将汇聚国际和本地音乐人 DJ级舞者 打破传统博物馆的印象 为观众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参与者不仅可以享受音乐和舞蹈表演 还能通过工作坊和对谈活动 探索流行文化与时尚的关系 活动将延续至凌晨一点 旨在让观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体验当代都市文化的多元魅力 股市分析节目 今天聚焦了香港政府与蓬勃的合作 旨在将香港打造为 全球家族办公室的中心 这个名为香港家族办公室联盟的倡议 不仅提升了金融服务 还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随着越来越多的家族办公室成立 香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未来几个月 政府与蓬勃将举行多场活动 并在2025年前推出一系列 针对家族办公室的政策和税收优惠 以满足市场对新参与者的需求 这一系列举措将吸引更多投资者和慈善家 为香港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网易报道指出 百度计划在香港推出萝卜快跑 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 这是其首个在内地市场以外的业务落地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2024年第二季度 萝卜快跑的自动驾驶订单同比增长26% 累计订单超过700万单 该项目在武汉的成功运行标志着百度 在自动驾驶领域的重要里程碑 与此同时 其他中国企业如小马之行和文远之行 也在积极布局海外市场 争取在自动驾驶汽车的竞争中 占得先机 星岛日报报道了 罗湖管制站的联合演练 涉及多个政府部门 以应对供电级系统网络事故 这次演练动员了 超过150名人员 模拟了在供电事故期间 旅客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情况 各部门迅速成立联合指挥中心 协调应变措施 确保管制站的安全与有序运作 通过这次演练 政府部门能够测试应对 突发事故的能力 并加强各方的沟通与配合 以提升整体应变能力 确保在未来可能的突发事件中 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 经济日报报道 香港警方与酒店业协会 联手推出安全社区承诺计划 旨在提升酒店员工 识别可疑人物的能力 这一计划涵盖了140间酒店 警方将为员工提供培训和讲座 鼓励他们在日常工作中保持警觉 及时报告可疑情况 警方指出 酒店员工常常接触来自不同背景的旅客 若能有效识别潜在的安全威胁 将有助于防范恐怖活动的发生 同样来自经济日报的消息 香港单车节2024将于10月13日盛大举行 吸引了众多著名运动员参与 活动分为50公里和32公里两个组别 重头戏是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公开赛 比赛终点设在原方对开的佐敦道天桥 此次活动还将于西九文化区举办嘉年华 设有美食区和运动体验等多个主题 旨在为参与者和观众提供丰富的娱乐体验 此外交通部门提醒市民注意临时封路安排 以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华尔街财经则关注了加州学校急需修缮的问题 提案二将在即将到来的投票中提出100亿美元的债券计划 旨在改善公立学校和社区大学的基础设施 与此同时香港小型上市公司联盟的成立 旨在帮助中小企业应对融资挑战 协会主席强调了获得更好信息和支持的重要性 此外东京市长为应对万圣节期间的拥挤和不当行为 决定在夜生活热点区域实施禁酒令 此举虽获得公众支持 但酒吧经营者对此表示担忧 未来的效果值得关注 网易报道 美团的海外业务Kita在沙特利亚德正式上线 成为其国际化布局的第三个城市 为了吸引用户 Kita推出了免配送费的活动 并提供准时送达和商品优惠等服务 自2023年5月在香港启动以来 Kita的市场份额稳步上升 已占到44% 美团创始人王兴曾表示 香港是国际化的第一步 而沙特的选择则是由于 其在线食品配送市场的快速发展 和对外投资的开放政策 尽管面临本土竞争者的挑战 美团仍然希望通过海外拓展 寻找新的增长点 时局的文章介绍了香港新设立的创新中心 旨在为全国各地企业提供优质的办公环境和服务 该中心位于香港湾仔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周边配套设施齐全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吸引了大量企业和人才 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创新中心提供灵活的租赁政策和专业的企业服务 助力企业在香港的高质量发展 成为企业家和投资者理想的营商平台 《明报》则报道了由黄银叶 郑采娟和裴贤胜主演的韩剧《重组家庭》的首播 该剧改编自热播剧《以家人之名》 讲述了三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年轻人 因家庭变故而组成新家庭的故事 黄银叶在剧中饰演大哥金山河 他表示家庭题材的吸引力 让他选择回归此剧 裴贤胜则形容自己的角色 江海俊为人间能量饮品 希望展现出角色的阳光与内心的挣扎 该剧的情感故事和角色塑造引发了观众的期待 深刻中国 香港与中国大陆的SEPA协议扩展 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时代的到来 涵盖了旅游、电视和电影等七大行业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出 这项政策将大幅放宽专业人士的资格要求 为本地企业开拓大陆市场提供了便利 尤其是初创企业将能够更早享受政策红利 此外 随着中国安全机构承诺加强情报共享 以应对巴基斯坦针对中国国籍人士的致命袭击事件 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安全局势也日益受到关注 经济日报 香港酒吧业协会的调查显示 疫情后酒吧行业的经营状况依然严峻 七成业界人士表示生意额较疫情前下降20%至30% 协会主席钱眷勇指出 若无适当辅助措施 香港酒吧业可能面临结业潮 协会提出全面撤销烈酒税 检讨禁烟政策 以及延长港铁服务时间等建议 以期振兴行业 同时 协会计划通过举办酒吧文化节和抽奖活动 来吸引更多顾客 提升酒吧的吸引力 腾讯 百度的罗博快跑计划 在香港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 标志着其在内地市场外的首次落地 根据财报 百度的自动驾驶服务 在2024年第二季度的订单量 同比增长26% 除了已经在多个城市开展无人驾驶服务外 百度还在积极探索国际市场 通过与外国汽车制造商和科技公司的合作 计划将罗博快跑服务推广到境外 尽管面临政策和市场环境的挑战 国内自动驾驶企业仍在努力提升竞争力 争取在全球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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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